Big Bang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麒麟 至于新门增益50公里桃花屋 已经在我额温情上线了 15位居民远离喧闹 建立理想社区 妥妥的桃花园挤士感 郭麒麟作为居民之一 一入屋就和小伙伴们打成一片 还获得了宋男丹等长辈的喜爱 团宠担当美妥了 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聊聊 节目二三世 收获别样快乐 首先我们这儿嘉宾非常多 然后呢 相对来说 没有其他的节目流动性那么大 其他的迎来送往的 就很难产生很深厚的感情 我们这节目呢 就这15个人 然后呢 按我话说就跟分家住似的 这个三户人过日子 有家这个人多 有家人少 有家饭做的好 有家什么这动手能力强 其实互补的这么一家人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过去跟大杂院似的 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其实还OK 我这几天我一到桃花屋就胖 一到这儿就胖 我一开始还老误以为我来到这儿就能变瘦呢 我以为是干活来的 后来发现其实 你要不想干就没人逼你干 我就觉得这就挺好 挺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理念 就别为难自己嘛 对吧 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 如果我要不想跟你交朋友的话 我也不会特别主动的怎么怎么样 我都是慢慢的去了解 咱们事上见 哪怕是一块吃顿饭呢 或者哪怕是一块做顿饭呢 还是一块怎么干点什么活 这可能是我们加深印象啊 增进感情的这么一个途径 因为我也没有说特别 哎呦我好想认识谁谁 我好想跟他交朋友 也都没有 我觉得就是缘分到了 咱们能在一块共识 能成为朋友就成 成不了就不成 最近没法 是是我来到这个节目之前 这个齐哥就舒琪老师 就我就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了说 这个舒琪老师特别喜欢你 我当时就非常诧异啊 我就在想我从事的工作 我干的事拍的戏什么 我说应该没有能入得了 舒琪老师法眼的啊 后来没想到 没想到在这遇见了 然后就在一块聊天什么的 也挺自然的 可能这个齐哥觉得跟我相处 可能也比较自然 也比较舒服 有的时候比如说 确实人见到偶像的时候 可能会哎呀 哎呀我就不知道 怎么怎么爱能好了 我怎么着 其实你给偶像也造成很大压力 他怎么对对你呢 就你天天的话 你就这样人家也没法说 完美的一天就是 我完全可以支配我这一天 我定一吃饭地咱上去 就是我主导 我今天决定 我今天要干的所有事情 哪怕我突然想一主意 完事之后 咱们上哪儿唱歌 或者上哪儿玩秘诗淘 说什么 然后都去 想叫的人都来 然后这一天想干什么事 都干成了 就就可以 鸡娃 这个听着那么奇怪 鸡娃是什么呀 哇鸡鸡娃 这是毛鸡 毛鸡的公司是吧 那我了解 我了解 原来就是家长生了孩子之后 疯狂地让孩子去 就是搬到助长 这个报道通常很严重的程度 算提起来 哦 你看 还真是 他这人说还有点道理 对对对 鸡娃啊 行 我懂了鸡娃 那卷不就是那什么吗 就是 就是这个 大家好像都在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 都要争第一名 但是呢 然后大家就越来越努力 但其实最后的奖励没有变多 是这意思吧 我们现在讨好物就非常内卷 你想生活 他架不住人情世故啊 其实我和雪芹都是属于 这个 很 享受生活 然后很愿意 这个 这个 这个没什么事啊 无所事事 其实这种生活是我们 所追求 所追求的东西 但是呢 来到这之后呢 他 他总有那些个 这个 爱给我们打鸡血的妈妈 比如说宋丹丹女士 他就一天到晚 他老给我们整这事 整那事 而且我妈说什么事 我还不能 我就是鸡娃 我就是鸡娃 而且我妈完全好多事吧 就是他来不了的吧 他就 我是问题 跳拉拉糙 我 我不想 我 我 说什么什么这事 他都不问 他问都不问 我能行不能行 喊卖 我哪会啊 我哪会啊 反正啥事 都让我来 这是个机车的爸爸 我觉得没必要吧 我可能就不太 希望我的孩子那样 他乐意干什么干什么 别违法乱计 然后就 你想干嘛干嘛吧 对于这个 就是成为一家之主 这个时候 你现在有什么提法 你想办 这都什么缺德问题 这个 那个 早着呢 不刚刚二十五吗 是吧 这个成为一家之主 我这 我可主不了事 我这 一无之主 都都忽不上 知道吗 那现在社里 刚说家里 真的特别压力还大 我这人是无惧压力的 我比较我行我素 你催 你催着你催 是吧 你再怎么 怎么着急啊什么的 那跟我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 现在 我们干这个行业人 脸皮都厚 有的那个孩子 比如说离家 一年就过年 回一回 一回就什么 七子姑八子 一夜都聊这事 怎么就结婚 用这那个 是吧 他感觉挂不住 心里难受 是吧 我就无所谓 你说些呗 你说我也不跟你 生活在一块 七子姑八子姨 一年就见一回 你说好 太好了 没问题啊 好 我这能说的有道理 真是 还是应该有个伴 真好 你顺着他说 他就不往后接着说了呀 你应应你的呀 那爆料 好多都是废话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 现在这自媒体审核 是非常的差劲 比如说郭希林 那个圈子里朋友不少 他经常和谁谁谁一起玩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这个料爆的 很没有意义 你知道吧 你得说这俩人 完全不挨着的人 就是你说他俩 是好朋友 我这个 我觉得这算个料 对吧 你比如说我 我跟一个科学家 我们俩其实是好朋友 那我觉得这应该 这还值当说一下 然后都是 比如说我合作过的 这个郭希林 和崇丹丹丹 关系非常好 他们私下经常一起聚会 你这都知道 你都不知道打那字 你都费那电 你都费那流量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之前我记得还老那什么 还老有人说什么 这郭希林 现在影视方面上 有点突破了 所以现在很自豪 老跟朋友说 我现在也能挑剧本了 其实是我咋进入这行业 我一直在挑剧本 因为找你的烂戏 其实永远很多 是吧 对 因为烂戏是不会考虑 你能演不能演的 人都找你 但是我好在选择权 就是我一直能坚持 自己不拍那些东西 就反正我也懒嘛 懒嘛 好不容易 因为拍戏累呀 拍戏比这个累多了 是不是 那都是在满足不了物质 需求的前提下 还得搞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这好歹 还能满足物质需求呢 所以你都给自己受累受罪了 你还不挑个好戏 然后反正是这种 这种谣特别没劲 而且有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么着 还搞联动 25个营销号一块发 就感觉这事跟真的似的 我就特别没劲 最近很少了 最近就 最近的 陈缅于酒精 一直在这里头 你身体怎么样 不行啊 身体现在挺差 我本身就特爱水肿 然后一喝点就更爱肿 然后感觉现在皮肤 也没有原来紧致了 但是架不住 他学着喝的时候 他快乐 你这玩意 那没办法了 是吧 有得必有失 保重 保重 公勉吧 公勉吧 你甭刚方说我 酗酒是解压保持 也不是 酗酒是我 社交这个方式当中的 一种快速途径 人会在喝完酒之后 变得很可爱 喝完之后 可能会变得比喝之前 更不清醒 然后就可能变得 看谁都高兴 而且人喝完酒之后 在说一些这些话的时候 也都是借着酒精说 好像是找了一个保护彩 就是你看 你可别往心里去 我是酒化 我可喝多了 是吧 可能就是有退路 有后手 我说什么话 要冒犯到你了 第二天你问我 哎呦 真喝大 我真不是这么想的 你不要往心里去 可能是这么着 看郭麒麟的专访 简直就像在听免费箱上了 今天的郭麒麟像是专场 大家可还满意 没听过影不要紧 50公里桃花屋 咱接着听 还有关于友谊 自然 艺术 科技和生活本质等深刻议题 等你来探讨哦 每周六20点 腾讯视频 不见不散 来自然之后 你还在听免费箱上的 紧费箱上的